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学习ES8另外一个新的特性 叫做伪逗号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函数是不是可能会有些参数 然后一个一个参数的时候 当最后一个参数定义完成以后 后面我们再多写一个逗号 就这个意思 它只是这种写法 我们看 直接举例子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4-5 第五个demo .js 然后把它移进来 大家想一想 之前我们都是怎么样定义函数的 比如说定义一个方式 FO 然后它后面是不可能有些参数 比如说A B C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输出A B和C 大概这样情况下我没这么写 对吧 然后调用FO 比如说传递参数 比如说4 5 6 这样的话 A就是4 B就是5 C就是6 这毫无疑问 对吧 那在ES8当中允许我们在参数列表的后面 再多写一个逗号 格式化一下 保存 你会发现 它也不会报错 对吧 然后或者说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比如说这边也多写一个逗号 大家看其实这时候 也不会报错 所以说这种写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大家看 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些编辑系 当格式化的时候 可能会把它格式化成这样的 比如说对于参数 可能很多格式化工具 会把它格式化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已经看懂 对吧 相当于这边表示函数参数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没有多号的时候 比如说我当前 这个函数默认是三个参数 我另外一个人 想去修改这个函数参数 比如说想再增加一个参数D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如果之前这么写 是不是加一个多号 后面再写个D 就OK了 对吧 那如果这样写呢 比如说在我们GIT 多人协作上传 同时开发当前这样一个函数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如果之前没有多号 那这样的话 我加个多号 再写个D 是不是相当于是我改了两行代码 对吧 那如果之前 另外一个同学 已经写好我一个多号 我当加D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 只要改一行代码就行了 我说这个改指的是 当我们使用GIT 进行多人协作开发的时候 在解决代码冲突的时候 这个问题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行就不会有冲突了 只有改这一行就可以了 对吧 它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作用 就是支持我们当前 在函数的参数 定义也好 或者在调用的时候 后面呢 可以多写一个 这样多号 这样的话 语法呢 也没有错 其实真正把这个语法 再编译成ES5 楼远期认识这种语法的时候 其实呢 它也会把这个后面多号呢 给它去掉了 所以呢 这是ES8里面提出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特性啊 就是说 我们对于函数的参数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参数的后面 我们可以多加一个多号 这个就是ES8里面提到的 这样一个 伪多号的一种写法